我们也一起来看看他们两位的孩子 在他们分开的这段期间里 都是怎么生活的 四岁的小春天真活泼可爱 在她的世界中 也许对离婚是没有概念的 她只知道近期的生活中 妈妈一直存在于电话的另一端 每次非常想念妈妈时 她总会一直追问 妈妈去哪儿了 无论父亲给她怎样的回答 似乎都弥补不了 妈妈在她生活中的缺失 长期生活在父母争吵中的小春 变得很懂事 可能在她的逻辑里 妈妈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离开的 所以在记者跟她沟通的过程中 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生怕说错了什么 也许在她的心底里 和爸爸妈妈一起按部就班的生活 才是最幸运的事情 孩子真的很可爱 我看到小琪在看到孩子的时候 也忍不住在流眼泪 小琪 想想刚才专家老师们跟你说的那些话 再回忆一下刚才 朱先生跟你说的那些 她对于今后生活的打算 小琪 你还愿意给朱先生一个机会 再重新回到这个家里来吗 或者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不放心 需要他再给你一些你想要的保证 是口头上的保证 当着这么多电影机前观众朋友 给你郑重做一个保证 还是要他把纸黑字写下来 给你这样的一个保证 你都可以提出来 一边是曾让他受伤的前夫 一边是天真无邪的儿子 内心纠结的琪女士 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她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我想是 就是这一年的时间 你愿意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看他这一年的表现 表现反正我 还有说好写好 就是说 假设你一年没改 不要再来骚扰你的生活 不要再骚扰我 我可以找其他的男人 假设对我好的 我可以给别人结婚 你不要来骚扰我了 反正小孩我认 小孩我肯定还是对他很好的 朱先生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哪怕给我一秒钟时间 我都可以啊 好 这样吧 具体的协议的内容 待会儿会请 吕律师 我们一起来沟通 我们也希望这份承诺 从这一刻开始 就可以及时生效 也衷心地祝福你们 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给孩子一份和谐的 父爱和母爱 好吗 谢谢 最后我就想跟老婆唱首歌吧 好 一首原创 对不起亲爱的老婆 献给 对不起亲爱的老婆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没能给你幸福快乐的生活 还让你深心难过 你要走 我无话可说 只想为你唱一首歌 在风中 在风中 我一首歌 我会想为你唱一首歌